台湾人 台湾的武汉病毒疫苗之乱 引发动乱主要原因是 台湾管理当局无法度及时取得购额的合格疫苗来给民众注射 控制疫情 武汉病毒危害全球是无预料者的灾祸 已经拥有认证合格疫苗的厂商 自完成第三阶段完整测试 取得可以合法销售的许可 到目前其实时间龙还真短 应付自己国内的需求已经争无闲 要卖与外国 这先取得买方国家对疫苗的认可 通常进步国家拢会要求疫苗厂商来在的国格 做第三阶段的药品测试 准做是为争取紧急使用授权的第三阶段测试 马需要2到4月日 当然进步国家中间较有合作关系和互信 这项紧急使用授权的第三阶段的药品测试 可能有办法加入研发疫苗国家的第三阶段的测试 缩短买到合格疫苗的时间 台湾过去一东一直维持真低的本土案例 所以根本无合格疫苗厂商来台湾做第三阶段的测试 虽然听讲台湾管理当局要容允缩短 紧急使用授权的时间和作业 准做台湾管理当局愿意免除疫苗厂商一切伤害后果责任 重视人权和商与的社会 尤其是出名的大药厂 无一定愿意减便宜配合 台湾被贾之纳民国绑架 台湾被贾之纳民国绑架 顶面所提着的复杂授权和采购问题 变革较麻烦 一方面是贾之纳民国并无拥有台湾主权 所以台湾管理当局承诺的免责 有可能以后被台湾人否决 倾向波罗的海国家有权力否定苏联法律的有效性同款 另外既然假支纳民国宪法上自认是支纳领域的一部分 支纳共产党绑匪者可能用一支原则做借口 载边载狗载废火车 疫苗厂商若是民营 理论上可以谋采之共绑匪枯吧 总是厂商国家的政府可能会有无同的想法 会是要影响厂商的决定 尤其台湾管理当局显然有想要使用自己研发 期待的育、支纳化、快药、会当生产的疫苗 更加可能增加采购条件谈判上的困难 所以台湾管理当局无法度及时取得购额的合格疫苗 谋通贤那黑白赖之共绑匪闹台 其实是自己坚持假支纳民国来害死台湾人 目前好家灾因为支共绑匪傲慢的扩张主义 引起美国和日本政府采取较强硬的对抗态度 排除一切外交和国内法障碍 坚定要送疫苗与台湾 总是这种友善机会对台湾来讲 拢是被动的拢着看人暮色 无常其性 台湾若是在国际社会要取得长期性稳定的平等参与和安全 以定着向波罗的海国家勇敢向国际社会宣誓 台湾民族将终结非法的假支纳民国外来体制 通过证明制限和独立公投建立心格独立真正属台湾人的国家 事实上 目前台湾人占多数的立法院者有正当性决议 台湾民族自决权位皆高过 支纳民国宪法加增修条例 波罗的海国家增独立之时 这有这种否定外来的苏维埃联邦宪法和苏联法律的先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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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